來了 他是 哇 回看耶 凌晨三點多正要回到住家 白衣女子一邊牽車一邊回頭看 沒想到就在這一刻 後面突然有人朝他衝了過來 來了來了來了 在扭倒 女生跑了 案發之後嫌犯騎著單車 從小巷子裡揚長而去 留下被害人待坐在現場大喊救命 快深點半了 然後就是有人在跑 像吵架大小聲嘛 大小聲然後邊跑邊跑到前面那個地方 他好像跌倒了 然後好像就有傷到 然後說救我救我就一直在喊 拜託人家救他 求救聲音大到就算半夜三更 鄰居也聽得一清二楚 趕緊打電話報警求助 警方調查後發現這起性侵案 發生在台北市民生社區 原本治安平穩 怎麼會突然發生隨機性侵事件 讓左鄰右舍議論紛紛 你是把他壓在腳踏車上面 只是聽到在說那個他們打電話 叫警察過來 然後就救我救我 原當時被害人才剛下班準備回家 沒想到沿路被陌生男子尾隨 甚至還被強壓 還被伸出狼爪 甲溫路性侵發生在五號凌晨三點多 證明年紀大約二十歲的嫌犯 尾隨在被害人後 先假裝迷路 實際上確實趁機騷擾性侵 警方調閱監視器 並根據被害人的描述特徵 已經鎖定一名年月二十歲男子 涉嫌重大 夜歸女子遭二郎隨機性侵 警方獲報後立刻鎖定對象 展開追氣 15小時內把人逮捕歸案 避免恐慌在社區蔓延 今新聞綜合報導